贝克汉家族目前可以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 不止贝克汉夫妇的一举一动都被注意 就连他们的四个小孩也都会成为美光灯的焦点 虽然前阵子贝克汉才又传出婚变的消息 但是面对这样的谣言 他们总是用晒眼爱来破除 而在这次的结婚纪念日 除了一起放合照之外 也发了不少现实动态 来庆祝两人的甜蜜婚金 对足球巨星大位贝克汉 贝克汉和妻子维多利亚 Victoria Beckham来说 这个数字有着特别的意义 贝克汉的手指上有一个数字 99的自清 这是他跟雷多利亚结婚的年份 也是他随着曼联形的三观王的那一年 在1999年7月4日结婚的他们 到今年刚好是19周年 非常恩爱的两人当然不忘庆祝 并在爱记上放闪 19周年快乐 我最棒的妻子和妈妈 爱你 这对俊男美女的天作之和 不但拥有成功的事业 也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和家庭 是演艺圈的模范夫妇之一 不过他们的爱情长跑 也是有经过一些风风雨雨的 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让爱情 更稳固长久的把父一共同喜好 如果由于直留意他们 就会发现两人很常穿情侣装 总是穿得非常匹配 不过这当然要归功于拥有超强 时尚处决的老婆了 2. 勇敢面对考验两人结婚6年时 贝克汉被曝跟助理Rabaculous 发生婚外情 之后又被指跟一名澳洲模特有关系 这时 维多利亚勇敢地站出来 承认他们的婚姻正经历一个艰难的时刻 最后他大方地原谅了丈夫 为他生下第三个孩子 而贝克汉也解雇了Rabaculous 从此修心养性 全心全意地当着好丈夫 好爸爸 没有再跟其他女性传出绯闻了 3. 珍惜家人6月时 维多利亚在富比市女性峰会上 分享了维系19年婚姻的秘诀 他表示 在为这事业拼搏的同时 也要花时间陪伴家人 每次他一回到家里 就会放下女强人的形象 以妈妈的身份享受家庭时光 结婚这么久感情会变淡吗 维多利亚表示 他跟贝克汉一有空就会约会 绝对不会因为 忙而忘了这件事 贝克汉也曾说 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就是家人 希望跟家人永远地在一起 每次到了节日或生日 我们总能看到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庆祝 真的是非常幸福的家庭 其实早在这对夫妻结婚纪念日的前一天 就已经有不少狼友 在期待他们会以怎样的方式 来庆祝这重要的一天 而这样低调放闪的照片 也让人感觉到虽然 已经可以算是老夫老妻 但是对彼此都还是有着说不完的爱意存在 相信他们的浓情蜜意 会这样持续一辈子吧 尤其身边还有四个这么宝贝的孩子 这幸福的一家人 真的是让人羡慕 小边感叹 总归来说